大罗山,神州神山之一,坐落于嘉兰黄亭及北地,山中缭绕着天地灵气,汇集成了双雾,珍宝遍地,同时也要受横行危机四伏,此时有三人来到此处找龙血之,老者叫涛老,绿发哥叫伊山,女子叫默然,老者提醒两个年轻人,大罗山顶有座乌鸦客栈,里面住着六个老怪物,各个性情残忍,无人知晓他们的背景,但他们盘踞在大罗山,常让来者有去无回,所以他们这次务必要小心行事,伊山却觉得涛老太过谨慎,毕竟涛老是 他们神月雪府的长老,一星五王,还色眯眯的和默然说有危险他会保护的,很快他们来到血之潭,这里生长众多的龙血之,伊山将涛老的提醒完全抛在脑后,冲到潭边兴奋地采摘龙血之,可他的动作太大惊动了潭里的妖兽,一条蛟龙从水中出现,伊山瞬间吓尿,默然想去攻击蛟龙,被涛老拦住,他让默然去救伊山,他来对付蛟龙,涛老一刀砍在蛟龙身上,看到有人攻击他,蛟龙立马将攻击对象转向涛老,面对 蛟龙的攻击,涛老发现自己不敌,赶忙让两个年轻人先逃,话还没说完,就被蛟龙给击飞,脑壳直接插进石壁中,接着蛟龙准备对伊山和默然发起袭击,突然一个赤裸上半身的年轻人出现,他一拳就把蛟龙打晕,年轻人激动地说,苍延霸体果然厉害,随后询问默然伊山是哪来的,就在此时,蛟龙突然醒来,年轻人感叹,他已经拼尽全力,只能将他捶晕一下呀,不过他不慌,因为他的阿公出手了,一刀就把 蛟龙斩成两段,蛟龙的蓝血剑的年轻人一身,阿公让年轻人去拔了蛟龙的牙就回客栈,此时涛老从石壁中出来,他看到阿公就知道他是乌鸦客栈里六个老怪物的独臂见鬼,然后让伊山和默然快逃,可话还没说完,一道剑气袭来,涛老直接飞进一棵树干内,接着又控制住两个年轻人,询问他们跑到大罗山想做什么,此时默然突然吐血,阿公却表示吐血和他没关系,而是因为女人是罕见的九阴肢体,只是境界太低,压制不了九阴肢体 产生的阴气,然后顺势就把默然送给年轻人,然后再问伊山他们来此的目的,伊山一开始是一副打死都不说的态度,被剑鬼扇了一巴掌后,立马交代他们是加兰皇城神月学府的人,来此就是为了龙血之,说完鬼剑又给了他一巴掌,将他和涛老都挂在了大树上,随后就带着女人一起回客栈,而年轻的男人是九阳之体,和默然相辅相成,带回去就可以当老婆了,那么默然会同意嫁给这个年轻的男人吗?咱们下回再聊